北市幼儿园狼狮案八月即将宣判 但民进党北市议员简叔培却爆料 检察官查出有超过二十名的孩童受害 但是府行政调查却只认定八名孩童被性侵害行为属实 委员会中家长的代表更只有一席 另外创意私房 简调查出有北市的国小老师涉案 而其实有议员早在今年四月质询时就曾示警 没想到不幸意外还是发生 讲完也是立刻宣布将证明教师停职解职 令人罚职的创意私房 七月底终于结案 全台搜捕116人 其中竟然有北市国小老师涉嫌偷拍学童如厕画面 行径恶劣 但即使有议员四月十就曾质询校园如何执行反偷拍问题 局长当时一问三不知 结果悲剧还是发生 非常的生气跟难过 有多少的孩子在教育局这种后知后觉 甚至是缓慢处理的情况之下 继续受害 即刻的要求教育局对于涉案的人立刻停止解释 同时依法来通报狼尸系统终身部的任教 要追究一切可以追究责任 江市长吉姆破网 而议员也紧追北市幼儿园狼尸案 兼调查出有二十多名孩童受害和六百多部的影片 但北市行政调查结果却只认定有八人受害 教保团体有四个人 但家长团体只有一个人 这数字为什么落差这么的大 里面有人包庇还是整个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是行政怠惰 教育小组成员都是外部委员 司法调查如果完成之后 那他们认定如果有其他的受害者 我们也会来做相对应的处置 汉花检调公开资讯更能加速行政处分 但校园防护预警严重失灵 家长只盼能给孩子安全的成长环境 记者 李明洪 台北斗